总统蔡英文和工商产业互相道贺新春 睽違四年工商团体新春团败活动再次回归 针对近期传出电价调整议题 产业界回应表示 可以理解但期盼政府妥善处理 真的要这样也是不得已 这个我想工商界是可以理解 那只是说这个对每一个行业的冲击不太一样 对工商界对民生都有冲击 那这方面的配套如果来消弭一些 这个比较负担比较重的这个部门 这可能政府要花点心思 蔡总统任内最后一次参与工商团体新春活动 产业提出四大建言 包括让台湾成为国际级AI重镇 以及期许强化金融业竞争力 成为亚洲资产管理中心 并且持续参与国际组织 推动与各国签订贸易租税等协定 我们期许台湾在全球供应链的关键地位 将会更加的稳固 以上交代的事情我们现在就在做 那同时呢在520交接的时候 我们也会特别把这些事情跟新的政府来做一个交接 蔡总统承诺将产业期许放进总统交接清单 当中也包括产业期望两岸可以维持稳定 至于中断ECFA是否造成冲击 工商协金会理事长吴东亮认为 我想ECFA实质面 因为这几年来 我们对ECFA这个 这个在我们的跟大陆这个比例 外销的比例已经渐渐降低了 所以实质上的影响可能不是那么大 新春团拜会上包括工总理事长苗峰强 商总理事长许书博 电电工会理事长李诗青等产业大佬出席 吴东亮表示看好台湾龙年景气 内温外温稳定成长 新唐人也在电视 王冠林曾心明台湾台北报道